这次资源界的样本我看了 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也已经让上官交给吕吕了 不过他那边也认可 你赶紧落实吧 行了 那老韩今天晚上也踏实了 今天晚上晚餐 你去吧 我就不去了 你又 你是个江湖中人 你是搞创意的 但也不是艺术家 不用那么有棱有角 那么有个性 行不行 世界上不是好事坏事 好人坏事那么简单 你 你这样会让人觉得很幼稚 你知不知道 那就幼稚吧 我就是觉得 不需要浪费吴伟的时间 并不是每一个合作伙伴 都是同道中人 有些应酬完全可以不去 我去 你又是 你又是 请进 李李姐 这是自然界的方案跟预算 您看一下 潘派跟汤米已经签字了 好的 我会看的 行 她先走了 我去吧 潘派跟汤米 上哪儿吃去 吃什么 吃饭啊 你不是有饭局吗 什么意思 你看这平常有饭局 你八成你就不拿包啊 你应该是怕这包丢了 再有一个不就是怕 回来扫子查你死亡钱 干吗 听说的 你说你说我一个单身广婚 可怜兮兮的 没人疼 没人爱的 晚上 你自己一个人也不知道 去哪儿吃的 以后您再有这好事 您拜承我 没想起 就这次啊 最近上官没有找你啊 没有 现在是关键时刻 该说的我可都跟你说过了 要不你约一下她 行 记住了啊 盯紧她就是盯紧了 破牌和套 我知道了 姐 你放心吧 好嘞 倒门 来 来 来 以嘴防修 介绍一下 上官 张红星的得力干将 小兄弟 自己人 别看年轻啊 这么说这个红星的 CEO的位置 指日可待 上官 创意部总监的位置 指日可待 我喂 那上总这年轻有为啊 要不说呀 长江后浪 推前浪 来 咋听 就像我们这样的老家伙 是不是早就该拍在那沙滩上了 我就在沙滩等你 我们跟啥老太玩笑 受笑了 杨总 敬您一个 多管一家 对对对 您是前辈 我得敬您 不不不敢 不敢 您先 先先 我敬您 我先 先 先 来 对了 仗义 太客气了 都自己人 别客气啊 喝喝喝 张总啊 昨个事想请您帮个忙 您回去以后啊 跟这个张大老板 您 您听我说说话 这次这样品的事啊 确实我 我 我又 做 做 做得不太好 也希望他能够理解我 让他放心啊 从今以后 绝不会再出现 类似的事情 这个 罗涵说的 这个就这么个意思啊 算表个态了 回头你就回去说两句好听的 好不 小事 我一定等到文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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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谢谢 太 谢谢 张总 我这个人啊 我这个说话败事 一个萝卜一个成 别不打 别扣 不 我还是那句话 虽然呢 我们这个小本经营 但是 只要咱们这个业务 一样 怎么 只会多不会少 什么只会多不会少 什么只会多不会少 饭局啊 这酒局啊 都不能少 只会多不会少 意思就是你得老出现 对对对 来来来来 来吧 来吧 来干一个 来来来来 来 干一个 来 干杯 好 妈 没事没事 我那个在那边吃饭呢 那个对 我就想跟您说呢 那个钱啊 我给您打过去了 您就是注意查收一下就行了 嗯 我知道这不用说了 那个我弟弟的事吧 没事 对杨娟 杨娟没问题 杨娟听我的 就是以后啊 以后你打电话找我 你就打你手机呗 你就别往家里打了 丁娘现在不是学习紧张吗 我就怕影响她学习 对 怎么办了 你叫我来这儿干什么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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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是真的喜欢我吗 我当然喜欢你了 其实你对我好我都知道 但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都不答应你吗 我知道 就咱们公司不让内部员工谈恋爱吗 我都想好了 你要是在公司干得顺利的话 那我们两个要是确定了关系 我可以辞职 不是因为这个 那是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 感情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之上的 但你跟我什么都没有 还谈什么感情啊 我会努力的 你相信我 我将来一定会给你一个富裕的生活 将来 将来是多久啊 一年 两年 还是十年 八年 上官 你现在只是个助理 你不觉得你跟我说这些话 其实都是空的 对不起啊 上官 我不是那 我就觉得 但是你看你们老大 你为什么就不能学学他呢 他就很聪明 知道跟什么样的相处有用 跟什么样的人相处没有用 他之前跟薇卡 现在又跟段潇潇在一起 马上 我们老大不是那种人 对不起 我来了公司 我跟的时间最长的就是我们老大 我了解他 是 我知道你 你们莉莉姐看不惯他 但是他们是他们 我们是我们 是 我是喜欢你 但是我请你不要在我面前 再说他坏话了 行吗 好好好 你们老大最棒 你们老大人品最好 行了吧 我想跟你说一句心里话 我现在有个坎儿 我心里边迈不过去 我们执掌上的人真的会为了 欠规则而抵抖吗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 就 我就是有些感慨 我有一个朋友 他的工作能力 跟他为人主持的方式 我都非常地敬佩 可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听说他收了黑钱 马上 这件事我非常地惊讶 但是我非常地害怕 我怕 我也会被这些 乱七八糟的事情 谁啊 没谁 没谁 你不认识 算 算了我们不说这个了 总之你要相信我 我会努力的 我不上 上文补习班 必须上 我说上就得上 你跟我说 你这次考了多少分 你还有脸说 不是 他也不能走 你有没有花了冤枉钱的 你要好好去有志愿吧 杨阳 杨阳 怎么了这是 你怎么 爸 你可算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我妈非让我上补习班 去 回屋去 爸 去 回去啊 爸爸给你解决问题 你长江拿那么多话 好好好 快快快 我这好吓我一跳 我以为这出什么大事 怎么这还得上补习班啊 这每天这孩子够累的 你看都瘦了 我觉得 你知道什么呀你 别人家的孩子 从上幼儿园起 都上补习班了 咱们现在都上初中了 好好听我说话 已经晚了 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 你知道不知道定长江 没事 咱孩子聪明 随你 我给你说正经事呢 你认真让他那行不行 丁阳 丁阳现在上了初一 一眨眼就是初三 上了高一 一眨眼就是高三了 学习这种事 那就是逆水行动 不进则退 别人家的孩子 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都在拼命往前赶哪 你知道不知道 就这么渴呀你 你这个好 上补习班那么零啊 上补习班就能得第一名是吧 对呀 那 那都上补习班 谁得第一名啊 这什么逻辑啊 这不浪费钱吗 你就知道钱钱钱 丁长江我跟你说 我决定个事 你就执行就行了 怎么就执行 这孩子上学的时候 有时候你一步弄错了 你将来都是麻烦 你现在这么添鸭 添添添添添添添很恶心了 学习他就受不了 你将来找谁去 你上谁说礼 你知道你知道情况 你怎么去找孩子去啊 喝红水我都知道 你不别吵了好吗 我上了还不行吗 尹阳 你还玩手机器你 都什么时候了 我拿过来 我的 怎么了 拿过来 听见没有 干什么呀 我还警告你啊 以后不许跟张东一起玩 他不上进 但是你也不上进 以后不许一块儿下玩 凭什么呀 我跟张东好朋友 凭什么 没有 叫你凭什么 你干什么呀 你学会顶嘴了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 你怎么玩啊 我还会问你们老师的 要是让我知道 你还跟他一起玩 你帮我一边 行吧 我非揍死你不可 你还顶嘴是不是 顶爸爸的 上楼 你要干什么要求 你咱都让手了你 我管孩子 你最好给我闭嘴 反了你们的 你个个都给我顶嘴 妻子我不可 你干什么愣呢 没有 我这儿吓我一跳啊 你 不是 我就是 小小板那边睡好了 你还失眠呢你 群学病 老子 老子 那个 你还失眠呢你 小板 我一会儿要去这台市场 你在公司里面 有什么情况随时打掉以后 没问题 你这两天怎么了 跟打了鸡血一样 没事让人傻笑 我 我能有什么事啊 单纯地热爱工作 工作是我快乐 你说我这好不容易回公司了 是吧 我不得变着劲好好干 不然呢 以后好提拔我呀 对吧 我这点挺在事的 你个聊 你们好好聊 别别别 再聊会儿啊 那会儿有点事 怎么了这个 莉莉 和我在一起 你开心吗 你最近约我约的这么频繁 还不会变着什么坏呢吧 听你这话说的 咱们俩这什么关系 我还能憋什么坏啊 那咱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煮鬼香走了 怎么你们PHA 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你真的能当上那个总裁吗 我可听说 最近张红兴的势头很猛啊 那我有什么办法呢 张红兴手下全是得力干将 我呢 单打独斗 你也不帮我 你还要我怎么帮你啊 你现在可是进可攻退可守 我跟你说过那个事 你考虑怎么样啊 再说吧 好 你不愿提就不提了 喝完这杯酒我送你回家 今天先不回去 我带你去个地方 是吗 我看是你憋不住坏了吧 别闹 我是真的想请你帮个忙 丁 别学了啊 快点上线来不及了 你快点啊等什么呢 来不及了真的 温总 您这么着急把我找来 什么指示 老韩 放轻松 我就跟汤姆一样 喊你老韩了 这样听着比较亲切 慢点 慢点 您说 你跟咱们PAG合作 有三个年头了吧 可不吗 这一会儿都快三年了 不过这两年呢 咱们PAG那是蓬勃发展 这事业腾飞 这关键是您这头儿当得好 所以啊 我这个小厂 那是在您这个大树下 就成了凉了 所以以后您好还得关照啊 你可真会说话 我说当上代理总裁 没几个月 我呢 粗略地算了一下啊 以前我就不管了 这三个月 你这一偷工一剪料的 从PAG拿走了大几十万吧 我为你考虑 你要想跟PAG长期合作 就要实现一步到位 跟顶层合作 就我个人而言合作嘛 还是要找熟人 知根知底 这样也放心 这 这华盛集团的合作合同 怎么不在你那儿 这你就不用问了 你只需要想清楚 跟谁合作比较有利 温总 其实我跟张红星 那就是合作关系 那既然是合作 那就跟谁都行啊 况且啊 我个人认为 这PAG公司 您来做这个总裁 是最合适的人 那你总该拿出点诚意来吧 当然了 这个点怎么样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误会了 当正最优 那个点有什么用啊 你要什么 你心里应该清楚吧 您看 有成误吗 这两个儿 您行行行行行行 走 小卖部走起 我还是不去了 我说你今天怎么回事 一整天了啊 我知道你还是惹你了 你站着 你可不是还会因为我上次说 你反而慢生气吧 我没生气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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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当是我中文不好用词不当 行不行 我给你道个歉啊 道个歉之后不许生气了啊 我对不起亲爱的杨阳 你回来 什么情况啊你 能不能行啊 张彤 咱们以后 还是别做朋友了 谁在乎 张彤 你怎么没有空来啊 想彤彤想得不行啊 接他吃个晚饭 我就得回去公司啊 就你一个 两娟呢 一会儿家里有点事 一会儿送你回去吧 不用不用 我方便很近 你 叫丁叔叔 走吧 叫了吗 走吧 那我先 来 妈 你说 今天晚饭出去吃吧 去吧 都远了 门壳找一下就行了啊 怎么这么黑啊 来 没做份啊 身体不舒服是吧 我给你打电话 电话怎么也打不通 为什么 你给我打电话了 你感觉有 手机没电了 真巧 我要是不给你打电话 手机也不会没电 你的电话是不是想有电就有电 想没电就没电呢 哪能啊 我这个电话你还不知道吗 都是些工作上的事 你也不知道今天谁给你打电话 聊着聊着聊多了 我把他冲上 靖长江 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我饿 真 真 真 三十万 怎么回事 谁 三十万 你厉害啊 学会藏小金库了 怎么说 弟弟来电话了 本来他想忙我来着 可是叫弟弟太贪呢 三十万还嫌不够 结婚了 还想再要一份份子钱 说吧 丁长江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今天跟丁杨吵架啊 你今天跟丁杨吵架啊 你怎么那么好的朋友 相互理解啊 遇到的事情各退一步 海过天空了 不是 为什么总要我理解他呀 我今天我没找他啊 他突然就跟我说要绝交了 你说他 这 绝交就绝交 我不稀罕他 他要跟你绝交 对啊 你说他是不是莫名其妙 我看他就是有病 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 丁长江 你是年纪越大又糊涂了是不是 你想过没有 你要是出事了 我和丁阳怎么办 你说说 我和丁阳怎么办 我 我真是没办法 我也是 我妈给我打电话了 在电话里是死去回来的 你也知道她这身体 我是担心老太太万一她在 那 那怎么办 那不更麻烦了 你放心 她将我保证了 她说这肯定是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我就问你 你信吗 你弟弟什么样子 你不清楚吗 整天连句实话都没有 反正我是不相信 真的 你们家那点情况 我太清楚了 行了 你也别说那么多了 你就说说 这三十万你打算怎么办吧 你怎么还 就之前其实我就想跟你商量来着 咱们那个环海银行 不有一块理财吗 这些年应该也挣了点钱 我又把那个先挪出来 先垫上 应该够了 但我没敢张开嘴 这不就就就这 你早就打算好了吧 行啊 你可以拿走 你还想拿什么 房子 也可以 还有存折呢 存折多少钱你知道吗咱们家 你肯定知道 你肯定知道 定长江 你等着我 我现在就给你拿去 省得你天天睡不着觉 别 我这不会伤 我还告诉你定长江 你什么都可以拿走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就一级药 你永远得不到 儿子 driver 饭饭好吃吗 特别好吃 真的 真的 你看我的肚子都鼓起来了 你要觉得好吃 我就心满意直了 最近是对于忙啊 广告的事让你们忙哄了吧 还行 再进行最后的微调 很快就可以回家了 你马上就可以解放了 解放什么呀 我现在开心了 是吗 这个月二十六号是什么日子啊 二十六号 二十六号是什么日子 肯定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吧 我看彤彤在日历上 标注了一下 就是月二十六号 程晓菱生日吧 兴许这时候转机呢 什么转机 丁 丁总 您怎么在这儿啊 丽雅 你 你爸怎么回事 怎么也不接我电话 哪儿去了这是 今天大点周末的 他怎么能来厂礼啊 现在估计是正在哪儿抛澡呢吧 一会儿半会儿见 见不着他了吧 应该是 我今天要不是来这儿等人啊 那我也不来 没事没事 你就行 您把这给他啊 您就说那个张总退的 让他也放心 只要质量没问题 合作不受影响 那个丁总 还是您自己亲自跟他说吧 我跟你爸这关系 没那么多事 好吧 你先把这个东西还给他 回头我再跟他说 我急着走了 行嘞 Media 奶奶 稍了 回来了 她没来啊 来了 做完饭就走了 赶紧 起手吃饭 奶奶 这是不是妈妈送来的 这是小关送给你的 我不要他动住 以后要是你再看一点呀 就直接帮我扔了吧 彤彤 人家送的东西扔了不好吧 彤彤啊 陈小姐 您好 陈小姐 请你等一等 那个 我得通知您一下 您的房间该续费了 请问您还续住吗 该续费了 怎么会这么快呀 是到明天晚上的 我们的电脑记录是不会出错的 不然您再看眼睛的收据 好 那明天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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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我说你怎么又来了呀 你在家呢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你跟我爸在一起可以 你们两个想结婚也没有问题 但是你没有必要再讨好我 你之前送我的东西 我全部都扔掉了 以后也不要再送了 童童你误会了 阿姨只希望你过得开心 希望你知道 所有人都很关心你 很爱你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你们的关心 我更不需要一个妈妈 你知道吗 在我心中我妈妈已经死了 我没有妈妈了 因为她根本就不配做我妈 童童你怎么说话呢 我就这么说怎么了 我就这么说话 你爱听不听 我在美国的时候 她根本就不管我 她每天一个人喝醉了 回家以后 她就倒在那儿 还得我去照顾她 现在好了 回到中国了 她就直接把我扔在奶奶家了 她什么也不管 她就是一事无成 在我想要信任她 想要爱她的时候 她居然欺骗我 她 她盗取爸爸的创意 她出卖爸爸 这样的妈妈 根本就不配做我的妈妈 你会让我去 童童 阿姨能理解你的心情 真的 你今天把话说出来挺好的 这样心里会舒服一点 但你想过没有 即使她做得再不好 她做错所有的事 她也是你的妈妈 你们俩这种母女关系 是不会变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学会去爱对方 妈妈爱你 你应该学会去爱她 有的时候呢 阿姨挺羡慕你的 真的 你有那么一个人 可以去恨 去埋怨 但是 你说阿姨呢 阿姨很小的时候 就没有了妈妈 其实小的时候 我也埋怨她的 我觉得她很忙 她不知道关心我 我也从没想过去关心她 没想过说 她其实那么忙碌地工作 是为了让我有更好的生活 等我明白这一切的时候 已经晚了 她已经走了 所以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去珍惜在一起的日子 童童 这个世上的没有父母 是全是美的 但是作为女儿 我们都应该去珍惜这个缘分 去好好爱自己的妈妈 你还小 跟她阿姨说的话 你还不太理解 但我知道 你心里还是很牵挂她的 今天呢 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 是妈妈的生日 我想如果她能见到你 一定很开心 而且她最愧对的就是你 现在呢 你爸爸楼下等你 买了一个蛋糕 如果你给她送过去 她一定很开心 那么试试看 爹地 我想好了 我要去给妈妈送生日礼物 来 把这个带去 路上小心哦 很高兴吧 你在上面跟童童谈了些什么 你猜 走着她去送就好了 还是你有办法 少年 你坐着你 陈小姐 对不起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什么叫没办法 你看我在这儿住了这么久 我从来没有欠过你的房费吧 而且我也不是没有钱 我就晚两天给你 陈小姐 您先别生气 如果您有什么困难 我们可以帮您协调 谁没有有困难的时候呢 我就晚两天给你 我不可能不给你了呀 陈小姐 您这样 我们真的很为难 不然这样吧 我们可以给您调化一间 价格相对比较低的房间 您看 这样可以吗 换房间 我有说过要换房间吗 你什么意思啊 狗眼看人低啊 是 我现在是没钱了 我还就不搬走了 看你怎么办 你告诉我去 是 没找到他啊 没找到他啊 我看见他 倒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 我本来就已经想好了 但是我一看到他那个样子 他怎么了 他又在跟别人吵架 我觉得他又没钱了 现在催在交黄飞里 你说钱 钱 钱 你跟他有关的就全是钱 所以你就回来了 带爹 我真不明白你说 为什么别人的妈妈都是好 为什么我妈就是那样的呀 反正我是觉得跟他相认挺害臊的 我跟手指头伸出来都有上有段 重点是不要跟人攀比 不管他是因为什么原因 但是 他是我的亲人 他是你的妈妈 最起码他很关心你啊 这样子吧 我们一起才有办法 看看 怎么样可以让他改变 可以进去吗 可以进去吗 东东记得今天是你的生日 这是他特意为你准备的蛋糕 你现在手头是不是很不方便 va momento 命运注定太早 听伤一队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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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若平淡却得仰寒 天生爱人 还是匆匆忙忙来了傍晚 爱你不值得 幸福来临情欲章 尘埃落定半大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